内政部副部长拿都诺加兹兰早前披露 政府已经在两个月前 开始着手调查涉嫌收取外来现金 来推翻政府的20个非政府组织 全国警察总长凯利阿布巴卡 今天在柔佛新山出席活动时证实 警方已经传召其中15个非政府组织 到警局录取口供 卡利表示警方目前还处在调查阶段 暂时不能对外公布详情 并促请各界不要做出任何揣测 直到警方完成所有调查为止 针对警方多次接获情报 指伊斯兰神权国恐怖组织 部署在我国发动空袭之后 卡利强调恐怖分子的目标不只是公共场所 当局担心警方和志愿警队 也可能会遭到袭击 因此他促请各个单位 严密监管危险武器存库 防止任何军火落入恐怖分子手里